镜头我们回到华莲县 即使生活不富裕 照顾压力大 老家既家庭关怀协会 个案家属林大哥 依然是保持了一颗喜乐感恩的心 透过了音乐 丰富了他的人生 更自发性的与老家合作 透过小型吉他弹唱活动 带来多首经典的老歌 来陪伴世智长者 度过不一样的金曲时光 一首首经典老歌轮番弹唱 让现场长者及工作人员 如痴如醉沉浸在旋律当中 为了感谢老人既家庭关怀协会 长期以来对家人的照顾 即使是生活不富裕 照顾压力大 林大哥依然是保持一颗喜乐感恩的心 希望能透过音乐分享更多快乐 思念到如今 我感谢老师 让我们快乐 谢谢老师 你所给的那些 帮助我妈妈的那些 还有给他帮忙的照项 车子 还有一些 还有他美爹 还有一些物质 这样 在我心里是已经很大的完成了 所以如果说 我不是跟你讲过 如果你有什么 不要客气 对 哪怕是一个人 一定是小时 因为两个小时 对 林大哥原先在北部打拼 白天当板魔工 晚上兼职弹吉他 十多年前为了照顾行动不便的妈妈 以及智能障碍的妹妹 毅然决然选择回到故乡 担起照顾全家的责任 但也导致她无法正常外出工作 全家人只能依靠采山叔的不定时收入 维持生计 因为基本上我们在常年服务的过程中 然后大哥其实也是心存感激 然后一直很想要来协会当志工 然后他一直到很后来 我们有一次访试的时候 他正在他们家的那个庭院那边弹吉他 他突然说 社工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不可以让我去那个协会那边 做一个简单的表演这样 然后想要唱歌给老人家听 然后因为我们协会也是希望歌案可以有一个 可能叫像智力的一个活动 或者是回馈的机会 所以他有这样提出来之后 我们也是积极的在促成这件事情 即使生活相当困难 但从林大哥的脸上 却看不出一时哀愁 拿着吉他欢乐的带来多首今天老歌 保持正向态度 陪伴失智长者度过不一样的景曲时光 记者 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